要去哪儿 带大饼感受一下贵族的猫生 上车 顺路送你 你去哪儿啊 洗车 你不是前天刚洗过吗 上车 把安全带系上 别乱跑 一会儿来接你 我去哪儿 你好 欢迎光临 你好 我今天预约了 手机尾号是0305 好的 给 我知道我有多难过吗 我每天晚上都要靠着安眠药 才能睡着 你能不能 我认识你 ZGDX战队的中单是吧 嗯 那天在花鸟市场见过的 我和泰伦哥一起 我和泰伦哥一起 小猫怎么了 可能是猫温 还要带去机体人太多 精神紧张什么的 那天确实不该带去电影院的 泰伦哥没时间照顾他 就让我带他来重用医院了 可我等会儿还要去公司打个卡 你能不能帮我照看他一下 十分钟以后我就回来接他 嗯 那就拜托你了 乖 来 如果当初不想养他 为什么要买呢 小姐姐 许泰伦在直播的时候说的话 你听见了吗 我听到了 知道吗 你 怎么办 你 你 你 怎么了 小猫 这么快 许泰伦的猫怎么在你这 刚刚我遇见了许泰伦那个 那个谁 他带小猫来看病 说好像是得了什么星期猫猫温 但是我看化验结果显示 只是普通感冒而已 队长 拐别人家的猫要被禁赛机场 发什么神经 我想犯罪 这是你偷 小声点 一会儿店员听到了 还以为我真要你手 这已经是别人的猫了 我知道 又不可能真的把它偷走 你的猫已经好了 看着猫多讨厌你 走了 小猫 谢谢你帮我照顾它 走吧 嗯 他不会还要把猫送回DK号吧 许泰伦粉丝应该挺喜欢那只猫的 应该会送回去吧 不要跟我说你要去GD偷我 想都别想 走 是啊 打针了 下午找了工作人员 带他去打针代替我 哼 工作人员 没事没事 不是猫温 看猫而已 现在已经好很多了 我想送他 但是 我下午要打训练赛 训练赛赢了 你说跟谁打 不告诉你们 女朋友 对啊 佳琪也很喜欢她 我和她一起养的 这还不如李恒硕那个二傻子呢 来 乖 有什么毛病 又讨厌又要看 哎 你让开 别怪我直播 虽然我讨厌他 但是也不妨碍我看他直播演戏啊 这个人 满嘴谎话 张嘴就能骗人的人 多难得呀 这就是活生生的教科书 教育我们电竞圈的男人不可取 说什么疯狂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自己遇不到好的 在这儿输来输去 什么叫我遇不到好的 那还怪我咯 那你跟我说说 电竞圈里面有几个这样的好男人 打游戏打得又好 长得又帅 又有耐心 不乱搞还不骗人那种 有啊 谁啊 我 我要不要试试 你在说什么 什么情况 随便说说 看你那样 有没有出息 这种话是能随便乱说的吗 是啊 我想乱说就乱说 你觉得你觉得队长最近有点古怪 比如 先是千年不遇的出门看电影约会 然后又当众开了 经常出门 车都洗得清 你这么一说 队长最近确实古怪 对吧 是吗 你觉得哪个部分比较古怪 队长最近 爱喝水了 是吗 电竞圈的男人啊 呵呵 我想静一静